王俊凯琳艳俊李子玄同录节目,路透照出来后网友很担心,嘉宾脸色都很差。 自从脱偶和土创101的小姐姐们都成团出道后,她们也变成了各大综艺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,特别是9%中的范晨晨,光是奔跑吧她就上了两次,并且这两次她在节目中都可圈可点。 而9%中的陈立农近期也上了高能少年团这个节目,不过高能少年团节目组并没有打算止于此,而是再次力邀9%中的林彦俊参加节目录制。 除此之外,在创造101中未成功出道却被全网心疼的李子玄斗子也将参与到节目中,而且请假多期的团宠王俊凯也回归了。 所以说这一期的高能少年团收视应该是不用担心了,毕竟除了以上嘉宾,还有迪玛西张雪莹等人,看来节目组这次是真的发大招了。 说起来这期高能少年团的嘉宾们全是高颜值,站在一起就跟一出偶像剧似的,想到这么多高颜值的艺人同款,很多人估计已经饥渴难耐了。 但从最近在前线的网友传回来的路透照来看,网友们却十分担心这次录制,因为路透照上的嘉宾们脸色都很差,因为这么热的天,嘉宾们都被裹在厚厚的玩偶府里,看着就很热啊,别录着录着有嘉宾中暑了就尴尬了。 还有网友担心王俊凯跟林彦俊之间的纠葛,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名字里都有一个俊字,所以粉丝们在姻缘的时候,王俊凯粉丝指出林彦俊粉丝抄袭了四家的姻缘牌, 双方在微博上也是闹得风风火火,艺人应该也是有所耳闻的。 不过相信这两人能够友好相处,毕竟王俊凯跟林彦俊都是十分暖心的小哥哥,说不定倒是林彦俊一个冷笑话就足够让王俊凯哭笑不得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